已經開始來動 現在PMG算是知道,但踩得過去嗎? 也許可以偷偷看啦 還是EaterRail再來偷一條 不可能,但Unty也太抽了吧 再抽一條大的 來了要舉!三千! 兩邊想要拚 這個combo有出起來 反而上野倒了 這裡別打巴龍了 再推!巴龍一千四! 重心誰了? 凱撒的! OMG 這裡拉開就好 他騙局還能再打 現在只留下一個AD 其實那個球女跟葉曲這波combo打得很好 直接把對面秒殺 把他們秒了 可是後面葉曲 要是拿到巴龍 就翻了 直接衝進去 兩個人都站在這邊猜眼 然後被打一套 然後後面這裡 凱撒玩得很好 他瘋狂點葉曲 然後把葉曲點倒 之後 升六十 其實很接近耶 很接近 這邊要是巴龍給到PNG 那危險了 那就要翻了 因為你的邊線優勢打不出來了 但還好最後是A到了那一下 這個凱撒 很緊張很緊張 有拿到巴龍 完全不荒 這個我看過滿頭大汗 這個很陡耶 大好局面 差點一個失誤 兩個人在那邊排一點 排到自己爆開 關燈的這個效果其實也很好 因為上野是看不到對方的 沒有沒有其實他關燈的時間點就是你就是 收手 你就不要再打 就等他下來 龍就是三千嘛 他下來他不可能第一時間把 這個 巴龍打到斬殺先按重器 就算打到斬殺先按重器 你也是五五重 對你也是五五重 可是剛剛聽說 全部的人就是很急著排那個一眼 所以這個夜曲跟熊女的反應也夠快 他就直接打這兩個人 他只要把 飛愛殺掉之後就不是五五重 對就有機會中到 可是另外一個問題是 這個凱撒太肥了 這個凱撒直接把他點死了 所以他也沒辦法去拚那個重器 所以就 他一定要提早按 對他一定要提早按 就就其實那個真的很接近 很難這個真的很難 那個很接近那個就沒辦法 好但PMG還是看得出來 他們一直都有在找機會 而且剛剛的combo效果也非常好 對有這個 現在雷皮風暴出出來 有傷害囉 凱撒有驚人 我覺得下一步還是可以 嘗試打對方的 上中野吧 欸有人好像 剛剛打完下課了 好啊 這在罰 這個 死了一個牛 但這個巴龍 其實就算這個巴龍掉 他們團打贏也行 但就是人也倒光了 而且PMG現在三條龍 反而有龍魂 的壓力在TL這裡 就是有清牌優勢 然後是 您預測的這個水龍 沒有啊 這個 這個不可能追回來 離有點遠 這個追不回來了 這個 現在落後大概有 應該有個40條吧 差不多應該是好的 應該有個40條 這個我預測應該是不會中 現在邊線 雖然說還是能推喔 但打團真的碰起來 那還不好說 欸有機會啊 因為現在右邊的傷害已經拉起來了 對 對 所以其實TL也不敢說 真的主動去壓塔 還是先以推線 那看一下 待會能不能斷一下 對方的龍魂 當然最好的目標 還是開到這凱撒啦 他已經17等 能開到他絕對是最好的 但他有這個驚人在 只要那一波 combo被他的驚人 給吃掉的話 躲掉 對面給不給機會 是 現在上班不去 兩邊的人都在喔 出來有看到 扣絕絕 但不確定他後面到底有多少人 所以也不敢冒然進攻 主要是他們 唯一的那一波就是 一定要逛給這個凱撒 或至少是阿里 一定要逛給C位 就是殺這個輔助 對他們來說 意義不大 對 而且其實真的在往後拖啦 Pain Gaming會比較麻煩一點 是賈克斯也會長起來 就會變成左邊是三個核心 你這一套除非 聽力氣他站的 就是全抱在一起 你同時選到很多人 不然你只殺掉一個 其實不一定是夠的 就其實他們現在有 不只打團的這個選項 還有分推的選擇 就等下團戰可能 真的打得起來你秒的一個 但另外兩個還是有機會 跳出來吃的 但現在就等一下龍吧 我覺得Pain Gaming 要試著去拼拼看這個水龍龍魂 待會在兩分鐘之後 才有龍魂出來 而且巴龍一分半後也會重生 但下一波有點麻煩的是 菲亥應該有機會拿出他的GA 然後賈克斯跟凱撒都有驚人 所以這個球女夜曲combo會 很難抓的 不太好 真的像上一波畫面那麼美 現在就等Aunti看可不可以擠出他的GA 是 再看一下來不來得及 因為一分鐘後巴龍就要出來了 雖然說三線都是鐵樓在推的 不過 真的要壓到對方的塔 其實壓力是比較大的 還是比較困難一點 先稍微拍一下視野上半區 想要走進去PNG 就必須要給出血量 對 壓力傷害其實很高啊 已經死貌了 而且球女是因為 怕被一撥嗎 所以她又出了一個驚人 應該是怕被非愛鎖頭啦 所以她這邊出驚人我覺得也沒有問題 先把命保住你才有輸出嘛 是 那也代表她的傷害可能會比較不足夠一點 但現在一則傷害夠啦 她有這個三件套了 只是她要有足夠的輸出空間 輸出空間 最主要還是現在這個視野是完全踩不出去的 因為包括納爾她在 她如果開團最美的情況 欸想要開嗎 好像可以喔 要買要嗎 欸大家看了一下 還是選擇作爆 欸因為這波失誤 這波沒有成功的話 那個龍就打不了了 等一下巴龍就沒有辦法來防守了 小龍也不能打 因為你夜取的大一定不會裝好 所以這邊忍住是好的 你要把這個最關鍵的一波 在這個龍 要在對關鍵的時候 對最關鍵的時候用 因為你這波抓掉她 其實以阿里她有TP的情況下 她還是有機會來守這個龍的 那如果你沒抓到就直接爆開 對 TP應該是 球女的 要傳到中路 想給巴龍壓力 所以PNG是想要用小龍來換巴龍嗎 因為他們所有成員都是往下走 但好像來不及 要想一下喔 這樣誰賺 5秒鐘之後 應該就交換了 4000V 吃完還來得及防守 應該來不及 他們要應手喔 所有人衝過來 等一下是扛著水龍魂打團 而且阿里 跟賈克斯的TP都亮了 他現在龍魂被PNG給拿到手 但有沒有辦法撤退 應該可以吧 已經有點被扛開囉 要應留嗎 Kuri的位置有點危險 非要應留嗎 走在最後面 然後Auntie有復活甲 所以他其實可以進去賣的 但他Q出來也許就關燈了 好 甚至不用關 反正關燈 先打一波 把對方閃現打出來 球給我 球給我 有沒有打算要開 沒有 那就是拿了龍魂以後 兩邊 其實都有想留人 不過都留不住 再一個大絕 他們PNG的復活甲差點被打出來 這個運氣有點好耶 這個復活甲被打出來很虧 是 那PNG成功用小龍換到了巴龍 那也 就看他們這波巴龍夾不夾得住 變成是第一隻的這個伊德瑞爾大絕偷到 變成了一個伏筆 很關鍵 非常關鍵 那就是他們得夾住這波對方的巴龍節奏 現在是大德納爾 嘗試在野區 找一些碰撞 不過APA 一直都有看到對方 所以算是拉了一個比較安全的位置 現在有著巴龍的小兵 TL是準備大局挺進 賈克斯其實已經在旁邊待命了 不過因為沒有TP的關係 所以他們也不敢去帶線 這有水龍龍魂之後 其實就不太怕凱撒在會戰前仙 這個扣粉 對 唉唷 其實這樣拖下去 PNG算是有夾住喔 這個六七千的落差有個水龍龍魂 其實一波團戰是有可能打回來的 左邊好像沒人出重創 可能要有人出一下 那現在才去帶邊線 感覺巴龍時間也會被拖掉 因為剩一分鐘 那等於這個巴龍BUFF其實沒有拿到太多的東西 這波有機會看能不能點一下高地 因為上下路是一起進的 是 看一下芬人來防守 想要往前 先高出越圈打一點狀態 大絕捲到 有捲到APA 但是APA還畢竟是一個阿里 有一個三段在這個恐懼第三段 按不然就是按不出來 有恐到 那邊線先成功抓掉一個人 中塔也能夠防守住 看一下上路怎麼辦 蛤 是大絕直接鎖頭 而且鎖的是一個小納兒 小小納兒 帶有一個手套 都跑得出來 所以沒倒 這樣要跑 這樣鎖他嗎 那這個巴龍BUFF是有拿到一個高地塔 但PNG有打說要幫他們走嗎 應該是留不住 也許沒大爾 這一波算是有成功的防住 我其實只掉了一個高地塔 對於PNG來說完全可以接受 主要是這個納兒沒死啦 納兒死的話冰營 欸 但有人又被留住了 沒機會啦 納兒死的話冰營也有可能會掉 是 因為畢竟球女夜曲已經沒大了 聽力曲是可以再跟你拉扯一下 慢慢點那個冰營的 但重點就是 對 但納兒 就納兒坦度有拉起來 有手套又有這個 欸 他剛剛那一波應該還沒有藍盾 但剛剛有智慧默認了 所以凱莎這個出裝對他來說 要一波把他秒掉是有難度 比較難的 甚至閃線都還扣在手上 好 但APA這邊學乖了 直接買個金人 是 就是躲那波combo 那現在 其實是四個人都有保命的 有金人 然後打野有復活架 然後中路也有護腕 現在的小龍 應該說遠古龍 會跟巴龍其實是差不多時間重生的 但這種情況很有可能就一人一隻 然後最後都打不起來啦 因為你 解決不掉巴龍那邊的小兵 然後另外一邊根本不敢 也不會跟你開 就很有可能會有這種情況 是 那現在賈克斯已經開始了他的分推之旅 知道你現在上面是沒有高地塔的喔 所以納爾 還是得要回去防守 其實現在天女鬼可以靠著凱撒的這個三等大找機會啦 尤其是打邊的情況 因為現在Pan Gaming他們要大部隊的人跟著這個球女走嘛 那邊線只有一個納爾的話 其實凱撒可以找個機會 有人已經撈到後面 又是尼佩克 但 來得及追得上嗎 因為其實奧術越界還在 而且也有閃現 這裡也沒有要 也沒有辦法鎖一個有護盾的夜曲喔 但牛撈到還不錯位置 先開解自己的大絕 不過納爾位置很遠 這個大絕還不錯也轉到兩個了 夜曲此時才進場 不過後續有一個金人 現在是BNG的全面進攻 夜龍 算是說金人很多 但看起來都是要遠的 聽下來 但WQ被清到了APA 這個牛超像迷路的耶 他默默的走進去 然後這個團打起來了 但是 好險 那不關EPA 血量有點危急但有鎖到T的 踩下 閃現還在 不過仰後續的收頭 把凱撒的價值給包圍出來 已經拿到了Triple Key喔 能把中線的兵清掉嗎 不然要一波囉 感覺要一波了 哇這裡TP寶兵 現在只剩下一個球女 有沒有辦法來守護住自己的主堡 這個兵有機會洗掉嗎 四隻兵 其實阿姆體是有 有辦法 破獎被打得出來 看起來大絕 其實好像快好了 不過實在不及 閃現出來還在 但按不出來 最後讓鐵龍成功的拿加一波 S也準備攻破主堡 我們不是鐵龍 1比0戰時力劍 等於說 其實贏的沒有很輕鬆耶